女性性病症状有哪些? 一、白带多,当女性患上离病的时候出现白带增多的情况,白带呈现黄色或者绿色并且农结状态,有时会伴有尿贫、尿痛、尿不尽的症状。 若是白带多且呈现豆腐痂痒,同时伴有外阴扫痒男人,这说明患上了真菌性的阴药炎。 若是女性外阴扫痒,白带呈现泡沫状,那就是说明患上了低虫性阴的炎。 二、下面有克扬,女性的大阴唇或者小阴唇类色出现硬块,表面有轻微克扬,一般女性没有不适症状,克扬一个月左右也会消失,这适应下单。 三、外阴有油状物,当女性外阴出现油状物的时候,即是可能患上了尖锐湿油。 一般患上了此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油状物会变得越来越大且更多。 这种油状物大多数是发生在女性的大小隐唇上面,也有一部分是发生在泌尿生殖器上。 当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时,患者才能明显感觉到外阴臊痒痒、会痪、排尿疼痛等症状。 四、外阴出现水泡,五、外阴出现菜花状生物,当女性外阴处出现乳头状、菜花状的这生物时,可能其实患上了尖锐湿油。 若是阴不造痒并且阴毛上有一些灰黑色的小节节,会动了就是患上了阴尸病。 如何预防女性性病? 一、性生活卫生。 女性要做到节身自爱。 不要有婚前或者婚外性行为。 性生活的时候可尽量佩戴避孕套。 不仅仅可以避孕也可以防止性病。 不要使用一些非正常的性生活方式。 比如通过口交方式,这样容易把口腔细菌带入男性生殖器,从而传染给女性。 行政恶性循环。 二、注意个人卫生。 女性月经期间千万不能性生活,不然容易导致细菌和炎症侵入身体。 平时注意个人卫生,不能和他人共用注射器。 尽量选择蹲续埋头,做好家庭的清洁。 琴晒被子,内裤内衣要分开清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